啊 帥哥 大夫坐呗 滾滾滾滾 我看嘛跟老子滾 这老街老子包 你们是什么人呢 胡言引用城 我大哥帮我整条街 给他接东西 你说 这是个人 哪顾霸王虎南沙 认识了 那他妈费什么话 妈又的给我滚 人把我的面子拿 给给我 给你 行啊 再打这儿你 一块儿陪给你 上 走啦 你干嘛找死 那我就用你的胳膊来拍 小子 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还是你面前的红人 动我 我让你活的走不出这条街 那我要看看你大哥有多大的 你吵大了吵我去 放开刀 大哥来了 小子 他妈 他妈赶紧给我松手 好啊 那算你他妈十春 啊 哈哈哈 你知道你得罪谁了吗 得罪 你的人打了我的饭碗 我不过是正当防卫啊 说 是我的人先冒罢了 对啊 你跪下 把我的鞋挺干 你再留下两条 我胳膊 今天也饶了你 听明白了吗 虎南山平时就是这么教你做事 听明白了吗 虎南山平时就这么教你 放肆就凭你 也配祖虎爷的大名 小子 我告诉你惹了我 我可能会饶你 虎爷全是滔天 富克帝国 你敢对他不敬 我看你是活腻了吗 我倒要看看这虎南山来了 他能挂挂 看来他是不可不及待就想死啊你 三分 啊 通知虎南山 三分钟之内到龙城西郊档口来见 如若不道 是 李小姐 这电话是 是主人打来的 主人说谢你三分钟内到龙城西郊档口 若到不了 后果子 你小的真这么会演戏啊 还愣着什么 愣着他 你再不走 要 你好大的胆子 虎爷 您知道 你现在哪有什么 你无论 我带来 阿临 你 肯 左 我 我 鼻esa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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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 我 你 你 你 混账东西 滚下去 滚下去 果然是你 喂雨晴 你要找的那个男人 我给你找到了 他在哪 龙城北都 龙城 预定明晚的专机 送我去龙城 龙城 小姐 你明天晚上和雨晴跨国晚宴要参加 相比于我那素未明面的未婚夫 这场晚宴 算得了什么 是 交给你的事情办得如何 您的妻子白立月小姐 将在明天晚上 雄鹰集团准备的招标晚宴上 由虎南山代公开宣布 成为新区开发项目的唯一中标人 获得那份价值三百亿的定兵 好啊 这下 白氏集团不仅能成为北都首屈一指的企业 更是能在全国展露头角 一步登坡 而您的妻子白立月小姐 也将成为大华商界 炙手可热的侨主 的确与我相识之时 正值白家落难 我怕给他压力 便一直隐瞒身份半戏罪 现在他终于功成名就了 我也能坦然了 可白家现在的一切 都是您暗中相助所得 若没有您的帮助 凭他一己之力 怕是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成就 无妨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帮助自己的女人 对于男人而言 天天地 喂 我是白总的秘书 蒋军 你好 白总有事通知你 县里十分钟之内 出现在集团总裁办 主人 这个女人为面也太过不敬 无妨 也是时候向黎月坦白我的身份 什么事这么着急 黎月呢 你不用进来了 这段协议你签了 要求不用过来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和白总的婚姻 到此结束了 你和白总的婚姻 到此结束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人呢 贵在有自知之明 你现在和白总 就不是在一个维度上 你们简直就是云尼之鞭 你配不上他 懂了吧 云尼之鞭 那 白总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就将清他的白石扶着 并且重新获得了 再维持 过了明晚 白总和白家将会一飞充天 而那个时候的你 算得了什么东西吗 以你的资历揣测我的身份 你不配 我不配 难道你还隐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身份 连奈何雄英极端的虎严 见了你都有李扬三分吗 李扬三分 那虎南山给我提鞋都不配 我现在看你就是识心方 你 决于现在赶紧把他签了 拿那个纸 你走关你 可白丽的亲口告诉你 哎 以白总现在的地位置以万计 这点小事根本就用不着他 他慈悲心软 顾及旧情 才让我过来给你补偿的 补偿 五年的婚姻说散就算 他白总还真是高高在上 我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字 只要白丽月不出了 我就不可能欠 苏彩 你不要补偕好胆啊 苏彩 你再这样纠缠下去 只会让我更加厌恶 你真有点 五千万签字之后 不要再来见我 你我婚姻五年 你真觉得是用金钱 可以衡量的吗 嫌少 你可以直接开个架 我会尽量弥补你的 你还真是看中你身边的一切 那我们这五年的感情 又算什么 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付出新鞋换来的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我想要的 你给不起 我想要的 你给不起 我给不起 你真以为不借助外力相助 你真以为不借助外力相助 仅凭你的一举之力 就能重整白甲 你有没有想到你口中的 凭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 又是我的安装帮助 苏晨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 苏晨 你不要再说大话了 现在就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狗 说得好 但是像他这种档次为人 没有这种境界 爹 上次我们约会 你多看了这只手帚椅 我把它买下来了 区区如本了 有些人跑是连盒子的梦 这才是你离婚你真正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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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怎么想 我白离月的男人 不可能是个不求杀进的废物 好 离婚许语的全 我后悔 你想让白总后悔啊 你也配 明天 雄鹰集团将会为一个 戒指四百亿的幸福公开照片 而黎月早就得到了 雄鹰的青睐 成为内定人选 明天晚上的招标晚宴上 你也会是整个大华生 也这首可的 还你 啊 不好意思 我忘了这种上流社会的消息 看你站在这 我都忘了一首 多不到消息人事 雄鹰就是在我的受益下 才入住的龙城 你的受益 你倒不如说北都霸王虎年 都要给你端插到手 虎南山连给我提鞋 苏晨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嘴可真硬 我本来 我本来 我本来进入 你真正的自信心 我不容释怀梦 我货家跟雄鹰关系飞浅 此次入住龙城更是我吉利相邀 最终策劲 是与你 上把自己的力道贴今天贴机 吉利 或是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够了苏晨 毫无责任心 不求上近 广化联天 我觉得不会后悔跟你离婚的 这是我做过 最正确的决定 这首 說 把我奶奶給蘇家孫媳婦的信領 我們從此以後恩斷義絕 五千萬 收起你的傻瓜了 哎你 不知好 爹 恭喜你終於擺脫了那個廢物的糾纏 不知今晚可否賞點請你吃頓飯 慶祝一下 霍尚 我們之前的見面只是工作會 這件禮物太貴重了 你還是收回吧 是我考慮不重無妨 我們來這方長吧 對 聽說了 這次招標晚宴 虎爺背後那位大人物會叫清零 你說是龍殿那位 不錯 那大人物物必存貴的萬人之上 我恰恰給他相熟 算得上是至於 哇 不愧是貨少 居然可以跟那位大人物結交 來 滴掉滴掉 哎 滴掉 都已經安排好了 明天 我將把你一念給那位大人物 若你可不知自己 要如虎天意 謝謝啊 你我之間不必客氣 我先走了 明明接 再見霍尚 將軍 你覺得我做的對嗎 那當然了 只有霍尚那樣出身顯赫 能為您的虔誠 提高幫助的人 才是您的身邊人 而不是那個領主 主人 霍家家主院線上一半的資產和領地 只求能在晚宴前見您一面 霍家 霍家主揚悟您已久 這些年 霍家也一直尽忠職守 為熊英做事 告訴虎南山 晚宴上罪 您的意思是晚宴繼續進行 可您和白立月已經 所以才要繼續 我期待著明晚的重逢 霍尚 這三百億的項目 我們放棄競標 真的推得好 我霍家跟熊英有長期合作 三百億 讓他一次有合作 當年白氏分崩離奇無人 白立月一個弱女子 經歷五年時間 重新打造了一個全新的牌子 可謂是百年難遇的商業奇才 這種人若能納入我們麾下 這三百億的牌 麥克的花索 況且這場晚宴的重點 從來都不是競標 是虎爺背後的那位 他呀 不錯 通過虎爺就能接觸到他 白立月必須攀附我 才能進水樓台先得月 遲早會是我床上的女人 可她是個結過婚的女人 哈哈哈哈 結過婚的女人 再說了一個 連給我鐵鞋都不配的廢物 你覺得他憑什麼能跟我搶女人 今天已經給你了 也不行 大聲 親愛你 放心吧媽 我一定 蘇晨 媽 光明 叫我媽 和我女兒的離婚手續還沒辦完 就這麼迫不及待找了一個狐狸精啊啊 媽 你誤會了 誰是你媽 你個髒東西 被這離院亂搞 也沒叫我媽 這五年我壓根沒做過一件對不起 放棄 你要是沒做對不起他的事 他會和你離婚 你吃我妹的 又我妹的 還拿著我妹給你的分手費 跟別的女人吃話 那你把錢交出賣 對 白家的錢你也配拿 今天你就給我精神出戶 學不到你在和誰說話 你個狐媚的 還敢對我大吼大叫 我一分沒拿 一分沒拿 忽悠誰呢 都比臉都乾淨 能一分沒藥 趕緊給我拿出來 這 這個不是我妹的香鍊嗎 好啊你啊 還敢偷東西 這是我奶奶給蘇晨孫媳婦的香 還給我 給我妹 那就是我租下 還想要回去 真是可笑 我還給你 腦子今天摔了 我也不給你 呀 哈哈哈哈 啊 哇 光明 光明 你個白眼 竟敢打光明 你 你竟敢打我 你給我 我幫你 那你給我 你給我 你給我 主人 他們兩個 沒有教養 就好好管教管教 白總 在這個雁貴廳裡 還有誰值得您去進去 三 他們三個是北都採訪的轉型人 代表著北都自己沒有所事 整個是他們的東西 哎 他們三個 你也在他們臉色 陳總 敏總 敏總 林總 是白總啊 聽說白總得到了雄雲無極 你不要忘記 來 白總我敬你一杯 太客氣了 白總你看 孫辰 抱歉了 你是怎麼混進來的 光明正大走進來的 你裝什麼裝 憑你的身份 也能進這種場合啊 你就是尾随我们进来 不就是想死成乱胆呢 苏晨 你再这样纠缠 只会让我更加恶心 谭丽 我爱妈 你妈给你哥被人打了 什么 谁干的竟然如此猖狂 还不是苏晨那个窝囊废呀 我给你哥 造成他和皮子女的乱口 你哥气不过 说了他两句 他就把你哥给打了 你哥 你已经被打进医院了 就连我一劝架 你也被他 你也要 你可要给妈做主 千万不要放过 你出手 妈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会给你光明一个交流 苏晨 你竟然敢把我妈和我哥打进医院 苏晨 你竟然敢把我妈和我哥打进医院 是我打的没错 但那也是光明他 苏晨 你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那可是白家的人 你怎么这么狠毒 欲家之罪何患物 白丽月 你就真的不想了解事情的事 苏晨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为了报复我 把零这种方法都捨得出来 白丽月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不堪 你根本不关心原因是 原因不重要 大人是事实 我让你现在立刻给我妈和我哥道歉 这人应该是他们向我道歉 难怪黎月会与你一会儿 你不仅窝囊 甚至也带都不上 今夜北都名流齐取一堂 你身为一个贱民 擅闯此地本就是死路 黎月让你去道歉 那是给你留生物 是好歹的东西 还不需要他来给我 至于擅闯 你大可去问问虎南山今晚的夜宴 我若不到 开始 厉害厉害 你还真是死无忌惮 那不是白氏总裁的废物前夫吗 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看来是不想活了 苏晨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敢冒犯虎言 跪下 想让我下轨 你还不够格 想让我下轨 你还不够格 孙氏集团的董事长不够资格 那再加上我临时国际的掌权人呐 不够 有意思 那在身上 北都我城市一门 怎么样 就凭你们三个 苏晨 这三位代表可都是北都最典层的权势 他们只要一句话 就能灭了你的生路 你非要同胞天使吗 他又怎样 道歉 你可道歉 我说了他们都不够格 苏晨 你 你找死就找死 你别拖累我们白总 那既然如此 假如我本来获家 这 获家 今夜之夜 不仅带上汹涌的虎爷回来 还有大人物清零到场 而我获家可直面那位 共同生死 共享疏辱 现在你觉得我获家够资格了吗 据说 那位在龙殿之上 身居够位 十万人之一上 获家能够直面那位 日后怕是要恒星北都 事目可挡 北都获家 算的什么东西 我知道 今天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想压我为我 但是 你们都不够格 好好好 梦元整个北都 是你一个单本挑衅挺藏全室的人 既然你想与整个北都为我 我成全 来人 苏晨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 独腿比我独腿 当于可怕他浑身上下 是不是只有嘴罪一用 住手 目光短浅 你们可知道他的身份 目光短浅 你们可知道他的身份 主人 还不退下 慢着 这给小姐 你是要保了他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立刻谢罪 为货子求得一条生路 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若我不抓紧向他道歉 他就能灭得了我货家神 不错 啊 且不提我货家今夜将直面那位大人物一步登天 货家之上 还有一个和我整个北都的霸宝虎爷闭口 除非他有什么压恒 你省天大事 行手灭得了我货家 凭他就叫臭嘴罢 死活的东西 你敢打我 打就打了 你说的没错 灭你货家我动动嘴就够 通知虎南山 与货家的分面提前 让他现在就带着货家家主给我滚过来 宝虎小姐请坐 货家的确认 哈哈 罗二小姐介绍了 我也是一时兴起 亲不自尽 当年虎爷 嫁领北都 货家甘愿成为其麾下 一度成为陈孙玲三大家族的孝顶 可如今他们只剩往日的余威 对虎爷呢 那更是俯首成全啊 货家就站队的队 而且还以往成为北都的第一使家 货家主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哎 宝虎小姐介绍了 我哪能跟您比啊 北都就是个胆丸之地 宝虎小姐 你可听闻过龙殿 当然了 那不是大华最古老的村子 曾开疆祸土镇守龙脉呢 不错 大华龙殿辉煌千载 与国同利 殿主更是在人之上 就算是当今大华此英诚中书 也要对他顶礼相待 不过 不知为什么殿主消失了五年 现如今又要重现将 就在今晚的招标宴上吗 不错 我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千代难逢的庆位 如果能得到青睐 放连北都之外 也不在话下 那就提前祝贺货家主万事顺利了 哈哈哈哈 伍爷吹我了 喂伍爷 伍伍伍伍伍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 啊伍爷怎么了 我给你十分钟 你可赶到周边晚宴会场赔罪 若十分钟内我不见的人 几夜 货家寄贴啊 家寄贴 贴罪 贴罪 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马上 高标晚宴快 你个马上 看来莫家 中标北部第一时间 那我最好 高标晚宴 你这两个胚部 要是 明天 您 我们的 欢迎 imply 白总 招标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疯子再这么下去 我怕他会连累你 苏晨闹够了没有 你知不知道现在事态 遇到什么时候 你非要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你才满意是吗 闹 你说的无可挽回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家那三百亿的订单吗 跟你不清楚 这笔订单对我 对白家儿也有多重要 对 很重要 重要到你连五年的感情 都可以不管不顾 雷丽月 你根本不知道 你舍去的是怎么样的存在 至于我的命 今晚 我就坐在这 看看你们有谁 能要了我的命 今晚 我就坐在这 看看你们有谁 能要了我的命 你好大的口气啊 滚下去 小子 那个位置 是艳天的头绪手作 非虎爷 非裁权 掏天者 非妄言至上者 不可做 你怎么知道我非权人掏天 你又怎么能确信我的地位 不是能令虎南山 提手相败的万人之上 放肆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的同家成长吗 他的身份 还不配妄议 今日夜宴在座 进逐楼 这只不法入天了 来人 来 看你这生怕陋怯大放厥词的模样 想必是暗中排列过很多次 为了今天晚上这出戏 你可谓是煞费苦心呢 既然如此 我就看你演下去 可惜了 你也算是个美女 就偏偏要跟他学死 不知死 我的是你 在这世上 还无人能与他骗 看来你被他骗的不浅了 我告诉你他 无非就是一个被白家提出的卑骨女婿 无论身份才子 地位能力 甚至尊严 一无所有 说他是条狗 那都怠惧他 说他是条狗 那都怠惧他 就是因为他一无所有 一事无常 离了白家男友逢身之地 所以他才不甘心被提出 妄想以虚假声势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可惜了 黎月早就看出了 他是烂泥扶不上条 没有那里的机会 所以 心怀怨恨 不仅背着黎月乱狗 还打黎月的家人 更甚至在这晚宴上 大爆厥词 肆意妄为 无非是见不得白家 即将看到了三百亿人 男人 火着这场招标晚宴 你自以为是的样子 还真是让我打开眼界 别他妈装了 你真以为在场上就这么多 冬名流 看不出你的卑劣的心思吗 苏晨 这就是你今晚绿绿 胡作非为的原因是吗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说过的话你一句不信 他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却丝毫都不怀疑白离月 这五年你真的有试图了解过我 谁跟你领关系白总啊 白家真正要了你五年的时间 你对得起白总吗 白家的一切是我 该说对不起的是整个白家 够了苏晨 你还嫌不够丢人事 我知道 离婚之前是从对你的打击很大 可我给你补偿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犹豫 男人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闭上的嘴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斥责苏先生 你就只会躲在女人后面是吗 苏晨 算了 看在我们扶梯场的份上 只要你肯收手道歉 我会动用我们白家的资源 抱住你的性命 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 我们好聚好散 我们好聚好散 不用 归根结底你所在乎的 只是那笔灵大 苏晨你 哎 既然这个白眼狼不领情 你要何必给他喊 矿情 他竟然顶破了北都的天 谁都抱得住他 白氏七团随事龙城的商业支柱 北都西秀 却不是什么都能干得起的 我说 商界中人最具感情用事 白小姐我奉劝你当断折断 或者白家只怕会重蹈负责 白总 这窝囊废天了心就害了你 要害了白家 他死了就死了 都谢他自找的 但是公司胜利的鲸血 绝不能出事啊 我知道 其实你不切除这五年 我为白氏付出了多少 但我不怪你 毕竟我们的身份不 眼界不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也不如 是你这次 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从今晚开始 不如你再做什么 我们白家都不会承认 再和你有半点关系 抱歉苏晨 你我界线已经划签了 别在意义不信 这样也好 你不下去了 你我身份本是云你知 我并不想自教身段 与你资助比较 但是今晚你先不分尊卑 冒犯全场 更是心思歹毒化还白家 北都 生不下你这样的败类 留给你的时间 还有三分 三分 不好意思 留给你的时间 已经到头了 今夜 我以北都货家找者的身份 号召中尉 下达通报 要告 管他生物 一均效忧 管他生物 一均效忧 对 此次身份卑贱 品行低劣 断不可留 万恒国际 北都林家 愿和货家主义起 端齐生路 小大 今夜过后 你不知死活的大明天 传遍北都 与你而言 也算是你大辈子 求之负责都 北都陈家 陈氏集团 复义 端齐生路 专事的 快起 你起来 就要明白 专备 直进退 大辈子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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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走 这下你彻底完了吗 白总 还好你跟他离婚了 要不然白家 都不知道会被他拖累成什么样 苏晨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今夜之后 整个北都上下921行 无一行可入 无一行可用 就算是要饭 你都得不到失试 你也离不开 而北都 也将再无你的容身之地 怎么样 苏晨 还演得下去吗 一 你是想说一分钟之后 虎爷会带着你父亲 赶到现场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啊 好 我现在就让你提什么叫绝望 来人 那好大的胆子 那好大的胆子 虎爷 知道 公民警务别别嫁宁 慢慢让你提什么是绝望 现在虎爷到了 你的下场 这还更加的凄惨 是吗 那我拭目以待 还不打算起来吗 非要一意不想 为什么 虎爷已经来了 如果你能从他那没争到一线生机 那其他人就不会把你送上绝路 但是你继续坐在这里 只会触犯虎爷 连最后的机会都会白白丢掉啊 你还是不明白 他们应该求我 你怎么还在做着不切实际的梦苏辰 你能不能认切你自己 这五年来你不思禁去义无所成 如果不是白家收留你 你连维持分饱都做不到 今晚这夜厅的美 都是你触及不到的高度 今生来 就只能仰望他们的位移 你为什么就不知道悔改呢 你错了呗 人生来不分高度 我虽然出身平复 但我苏辰 今日亦有不适者 但我苏辰 今日亦有不适者 刚刚 您都做了些什么 哦 虎爷 刚刚晚夜处理 输了 进来的你仓宴 什么 仓宴 这需使路之位 余不肯 虎爷 不需在意 是啊 我们马上命人 把它处理掉 我们 可是好大的威风啊 晚辈霍子涵 跟你 我父亲 没与你一同前来 虎幽若人跟我一起到 对今晚你们货家而言 倒也算是一件好事 可现在 你哪次眼睛看着他来了 虎爷 这语气 似乎是对我货家有所不满啊 如果父亲他迟迟不来 确实不同 只是如此看来 先前那个姓苏的说 让虎爷带过父亲到场 就是长头之后的宗教主事 小来也是 不过是跳梁小丑 又凡可能掏天去的事 哎呀 虎爷 刚才白家追去信誓旦旦的说 您会与我父亲一同抢 晚辈一时 没变清真假 所以才想 问 什么 白家情绪 没错 就是他 一个一事无成赖在白家 整整五年 最后被白家 撒出门了废物死去 一个一事无成赖在白家整整五年 最后被白家扫地出门的废物流血 就是因为被白家扫地出门 所以他才心怀怨 背着白家为妃做 今夜 更是以悲剑之身 闯入着灌溉云集的 招标晚宴 一度不把庭内的诸位放在眼里 是今夜 未及于此的权势与无误 出言不讳 冒犯全场 更是再三 语言辱莫 虎爷您的联会 我等好年相劝 他去变本加厉 肆无忌惮地落座在这厅内守座高位 何其考望论队当诸 不说 死死最不容恕 顾晚辈擅自作 联合场内众多明灵 共发赵令 下赵北都 断他生路 无尽效用 迷门不灵的东西 早该处理他了 虎爷 但是对您不尽 十几万次都死不足心 我等断他的生路 使他疏离 只是没想到虎爷 您会这时候多少 好好好啊 你们做的好啊 虎爷胜在了 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 您稍等便 等我清理了这砸碎 您瞎了您的眼睛 清理 不看今夜应该全理的是你们 不看今夜应该全理的是你们 虎丹山 苏丹你疯了 哎呀 八总我们快走吧 别管他了 他死就死 我们不能受牵连呀 谁给你的胆子 竟然当面敢喊 虎爷的名讳 我看你真的是笑 瞎了你的眼 虎爷 这是 我看 你还能白走 虎爷 虎爷动了大怒 连花生和孙家家族都打了 我们快走吧 不然别说定单了 就让我们班师 不计不会受死的倒殃啊 苏丹 我尽力救过你了 是你非要以心求死 外家不欠你什么 我也不欠你什么 是你咎由自取 怪不得任何人 北都虎南山 拜见苏先生 拜见苏先生 苏 苏先生 拜见苏先生 拜见苏先生 苏 苏先生 这是什么情况 这怎么可能啊 南山晚到 请苏先生责罚 你若是找到 这北都权贵的威风 我还怎么领教 都是我管教不当 我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苏先生 您请上座进官 头捉手 我可不敢乱做 毕竟你没来的时候 他们也没人要求 我要是真做了 他们不得吃了 我看谁敢 苏先生 有应该 您请上 好 那我便确实不应了 若是经验 谁敢敢对苏先生不进者 我南山第一个不放过 一个白家族不要的废物女婿 你为何如此 坠坠不安小心翼翼啊 爸 我 我 我这 你赶紧我跪下 一分你赶紧我跪下 你还有脸老板啊 我们货家的脸全部被你给丢进了 这都什么 这都为什么 你干的好事你还有脸问我啊 我干什么了 我心心 半辈子打平小心谨慎 为的就是我们货家能够站稳脚跟 轻步轻云了 如今全被你摆光了 你知道吗 你给我滚 我货家没有你这种上门心 没有你这种乖家子 我我不知道啊 你相信我吧 你给我滚 我祸无忧一生敬重尊礼 没想到生出这么一个废物的儿子 万事难辞其咎 他现在已经 已经不是货家的人了 你想怎么处置就这么处置吧 我是你听儿子吗 你你给我逼他们 我无忧 年纪大了 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 我前脚跟你说的话 后脚 这就忘了 十分钟 你迟到了 十分钟 你迟到了 真功钟 你迟到了 你还在美 添加 这么多年 我求求你 貨家要一步登天然後青雲直上 更何況你還有高人 我 你只能 你這樣的訣詞你都敢說出口啊 你你你你你快進來 趕緊趕緊向蘇先生推推啊快點啊 蘇先生我兒子今天是我就是一句話 我絕對不會向他求情 我哪敢讓你貨家大少爺死 我不過是一個念頭 一個一事無成的北都敗類 一個誰也不要的白家棄畜吧 您覺得我敢讓您家少爺死 我不過是一個硬胡同 一個一事無成的北都敗類 一個誰也不要的白家棄畜吧 您覺得我敢讓您家少爺死 哼 沒想到你貨家竟然這麼威風凌凌啊 我 好嗎 一人 我們貨家能有今天 全部都是被你這個借賬說詞 我一生的心血 就這麼正當了 你這個借詞 我們貨家完了 這一定不是真的 這都是假的嗎 有什麼真不真假 這就是你的選擇 你的路 白家的一切都是我給的 我能讓熊英入駐龍城 我就能讓你貨家一朝覆滅 別說我今天從這大門光明正大的走進 坐上這首座 我就算把這桌子全掀了 也沒人敢說一個目字 所以這些年 我一直都在欺騙我的 你以為了 你寧願事情發展到如今的地方 你都不願意提前告訴我 我說過 不可你行 你閉嘴吧你 你有深深處地的為白總想過嗎 你無非就想讓白總覺得虧欠 讓他覺得自卑 讓他覺得對不起你 你就噁心人 你現在啊 說話沒人當你是癢吧 你就噁心人你現在啊 說話沒人當你是癢吧 你打我 想死你就繼續說 你夠了 還嫌不夠丟人嗎 你不告訴我 我不怪你 可這些年 我所有的心血都給了白家 你總不能看不起我的付出吧 白小姐 你找個鏡子看看自己究竟有多高 虎爺 你真以為你一個弱女子 能夠撐起白石集團 這五年我陪在你身邊 某什麼東西給你依我 要不是你白家破產 我擔心給你壓力 你覺得我願意像這樣一樣 一個普通人身份陪你左右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覺得我現在還會相信 白麗月 你口中的權勢地位在我這兒一文不值 她說的對 她說的對 我們本就是雲泥之變 我們從此以後 恩斷一句 我們本就是雲泥之變 我們從此以後恩斷一句 你們 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胡爺 你也是知道 我們蒸眼蝦呢 恩 蒸眼蝦 對對 胡爺 我們確實是蒸眼蝦 但是我們也是聽了他們跟他們這兩家的耳旁說 確實是我們有錯在線 還望蘇先生原諒我們的武林 蘇先生有什麼要求 北都村家 問 還有我請蘇先生原諒我們北都林家也一樣願意為蘇先生萬死不死 我們北都村家也往蘇先生原諒 既然大家都是蒸眼蝦 那我就不追求了 不過蒸眼蝦多沒意思 蝦了才有意思 不過蒸眼蝦多沒意思 瞎了才有意思 蘇先生這玩笑開的真有意思 是啊 這玩笑 怎麼 你覺得我在開玩笑 蘇先生 你有問題 你這要求未免太強人所難了吧 怎麼 你們辦不到 蘇先生 今日確實是我們有錯在線 沒有什麼要求我們絕對盡量滿足 但是 這個 呵呵呵 你們之前對我趕盡殺絕的時候可沒有像現在這麼卑躬屈膝 蘇先生 之前啊 確實是我們 蘇先生 今天來的都是北都四家大主 您如此對我們趕盡殺絕 你覺得有什麼不妥嗎 尊敬醫生先生是敬諒 若不是看在虎爺的面子上 你不配 北都眾權貴對你何言樂勝 卻你還是想想自己的資格 隨意唱 虎爺 您是北都的天 我們尊你 眾你 可他 此党荒唐要求 我們如何大意 你知道你是在跟誰說話嗎 虎爺 凡事要多 他想要對我們感情殺絕 北都在怎麼風起雲湧 我還鬥不過一個他 廠商諸位 哪一家不是北都世界的一份子 北都這些年全靠我等世界大主 許許一個他 憑什麼按我等自斷生路 還有什麼資格 虎爺 我林家好歹也是北都的世家權貴 讓我們自斷生路 你豈不是會一笑大方 虎爺 此事非同小可 要是玩笑也就罷了 您又是真當真 我們沈家舉不接受 你們想造反 造反 河南造反一說 我們懂得省事多事 說頭自保 可他 破口禁閉 誰能認 反正我們林家 堅決不答應 我們沈家也不認同 朴爺敬重你 我自當敬重 但是我勸你不要太高傲 否則 將會自施惡果 自施惡果 不錯 真當我孫一超市吃素了 這五十年 我能將孫氏送上北都 中流抵住的位置 我心裡還是有數的 區區一個黃口小人 我就別對你的敬畏 還有什麼讓我們胡說成城的手段 好 既然如此我滿足你 林雀 在 三分鐘內 讓孫家破場 三分鐘內 讓孫家破場 三分鐘 哈哈 哈哈 你未免也看小看我孫家百年計業了 受死的羅子比馬大了 即便我孫家不負從前 可也不是你三分鐘的抹親的 你錯了 孫一超 蘇先生說三分鐘 那是給你們面子 既然如此 孫家的一線生機 不要也罷 不要 你到底拒他什麼 北都孫家大眾都在 我們還怕一個湯 北都林家 願與孫家共進退 北都陳家 願與孫家共進退 好 既然你們三大家族願意共患難 那就一便清算吧 是 看來 壓根就沒打算接受我們的盜竊 夠了 女女不敬蘇先生 來人 把這三個人跟我拿下 胡爺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真的要以一己之力 與我們為敵 北都世家 勸你們不要過高的看自己 北都又有幾家 並進我孫家 斷我生路 看看自己有幾斤幾兩 沒錯 絕無可能 絕無可能 這種不好了 現在遭受不明阻擊 情況危急 馬上就要破產了 快想想辦法吧 你說什麼 別說斷北都世家的生路 就是斷什麼 我趙雨晴的未婚夫 都配 別說斷北都世家的生路 就是斷什麼 我趙雨晴的未婚夫 都配 將入我帝都趙家的男人 你們說不夠格 帝都趙家 難道是有著華國境內第一世家 之稱的帝都趙家 帝都趙家 隨便分層了一世 最愛一個人家好 我們 何況是始祖家族 把華鏡帶紅 啟啟呀 這怎麼可能呢 他怎麼認識 帝都趙家呢 有什麼不可能的 他 就是我們帝都趙家 選中的人 來人 鳳禮 帝都趙氏 李道 帝都四合院兩套 趙氏股份百分之十 趙氏無限黑卡一張 勞斯萊斯服飲一輛 帝都趙氏特贈蘇晨先生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第一次見面也不知道你喜歡什麼 你是 帝都趙家 趙雨晴 李明正年順的 未婚妻 帝都趙家 趙雨晴 李明正年順的 未婚妻 飛 李明正 未婚妻 還小小 新年 你趙家宿美的手機 人間秒散所有北都的 屍家 你都召叫 難怪 難怪敢長高三分鐘 要我孫家明 難怪 難怪虎夜都要看你的臉色 我 我孫巧 哎孫家中 孫家中 北斗已经没有了瞬间 我担当不许 更不配这个称呼 我孙一朝 愿自断生路 但我很有一事相求 跟你苏先生 高台贵草 放我孙家晚辈 留下生计 请兴端正主 谢谢苏先生 我二人也愿自断生路 只求苏先生 给我们两家的晚辈 留一线生计 这些烂摊子我想你知道怎么说 苏先生请放心 我们是不是要谈谈 好啊 如果今晚苏先生有空的话 我乐意同志 好啊 但是此处草早 恒惚了家人 行吧 苏先生在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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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此处草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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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 所以你今晚是因为他才敢账户 你是不是跟我的 要脸 你们两个都不要脸 你外情找小三回你还冠冕堂皇的说 是为了白总 你才隐瞒 就是为了攀高枝 好了你现在攀上高枝 你更上一层了 你就开始 嫌疾糟糠了是吧 你就是 现在全是美 这太好我说一遍了 你就打我 你就打我 你是谁啊 你是老姐 我是谁啊 我掐死你我 还掐死你 我警告你 你再敢胡说我掐死你 你算老姐 竟然敢在这冒败我们低渡赵家大小姐 你要是想死 你就早点死 你可真让我失望了苏珊 我本以为你今晚出人头地万众瞩目 但没有想到 他们对你的敬佩 近来几日 你现在让我觉得恶心 是吗 你今晚确实出尽风头 整个北都都在你的脚下 你想让谁生谁就生 你想让谁死谁就死 但那又怎样呢 从开始到现在 你都没有像一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过 而是一直躲在一个女人背后 从开始到现在 你都没有像一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过 而是一直躲在一个女人背后 白总所说的我竟觉得你是高侃 多谢白总的力量 我们走吧 苏先生 这位是 前妻 那还真是感谢前妻姐姐的退位让行啊 你不宝贝的 我可宝贝着 哎 肉眼烦滩 不实证 只会在这枪丝独立自我安慰 你 什么意思啊你 你我什么意思要你我 还有 她是什么身份 还需要你不来便宝 不过 他在你们这么可怜的背上 我可以给你们套路 不需要 这样的男人让我觉得恶心 那如果要是后悔了 那可就很难过来 我这弟子都不会后悔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和他离婚 是我自认为做过最正确的军名 苏小姐 你贵为帝都赵家千金 跟正儿在一起 实在有辱 既然前妻姐姐已经知道我是帝都赵家的千金小姐 你又是什么货色 教我做事 既然前妻姐姐已经知道我是帝都赵家的千金小姐 你又是什么货色 教我做事 第一 这是我帝都赵家看上的男人 不需要他人 啊 他是我赵晴的 你没有身份只是画家 最后 看清自己的伤害 喊你一句前妻姐姐 都是看在我未婚夫的面子上 周先生我们走吧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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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都赵家又怎么样 我 将军 你一句了 白总 你刚才就应该强势一点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欺负你了 白氏集团 确实比不了帝都赵家 也不会他 毕竟人往高处走 也不能全会他 白总 白氏集团未来可期 只要我们不怕困难 我相信 一定可以比肩赵家的 那当然 我们的能力 肯定没有问题 苏晨 我会努力让白氏跟上一层路 只有靠自己 才是真的成功 新程序的开放下 你还是一定要给男人比方 不是 为什么 这难道是主人的意思吗 不 主人并未提及这些 刘小姐 你们自作主张目 是不是不同 主人已经和白家 已经彻底断绝关系了 正因如此 才更要让白氏集团 这个项目对白氏集团而言 是一步登天的希望 若主人仍在白家为他们兜里 他们自然可以高中 但主人已经不在白家了 不错 从今夜起 雄鹰暗中给予白家的一切资源 将全部收 但主人已经不在白家了 不错 雄鹰暗中给予白家的一切资源 雄鹰暗中给予白家的一切资源 所有合作一全 原来如此 恐怕他们白家连自己都不清楚 他们近九成的商业资源 全部来源于雄鹰 雄鹰一旦撤回资源 他们白家的资金链 瞬间就会断裂 那白家小姐自认能力卓然 有能力带着白家登上高峰 那我自然要给她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们撤回帮助的话 十一的前妻投入 那白家已经自身难保了 更别说 那价值三百亿的项目 他们根本就无力推进 那时候 庞大的违约金 就会让白家彻底覆灭 话虽如此 万一那白家老子人力挽狂澜 除大厦去江青 失去雄鹰的帮助 这个项目 他们只能是苟延船船 更何况白丽月 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失去雄鹰的帮助 这个项目 他们只能是苟延船船 更何况白丽月 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他如果真的知道自己的现状 那他就应该知道 他们根本就吃不下这个项目 干脆回绝 也许还有一点希望 否则的话 他的自以为是 反而会让白家彻底覆灭 那就只能怪他心比天高 云小姐 这是要给白家一个教训啊 教训 我只不过是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吧 没了处 好白 什么故事 好了 现在说说我们的事 我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啊 苏伯父没有跟你提过吗 苏伯父 你是说我爸 对 十三年前 我爷爷苏伯父 还有赵家家主为我们定下了一份婚姻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是苏伯父临走的时候给我爷爷的信物 这东西好像的确是没有 不过 对了 你刚才说是我父亲跟你爷爷定下的吗 对 不应该是跟你父母定下的吗 对 不应该是跟你父母定下的吗 你刚才说是我父亲跟你爷爷定下的吗 对 不应该是跟你父母定下的吗 对 照一下家主什么事的话 怎么会管这种事情 这些事情呢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从小是在我外公身边找了 几年前才会结婚一下 原来如此 苏先生 这里可不是一个说话的好地方 要不我们 我今天还有点事 要不这样 咱们改天找个地方慢慢聊 嗯 我都有时间 听苏先生安排 那就你晚了 地方给你 好 龙城最高级别的七星期酒店 香格里是我们赵家传店 就在这下吗 这张卡可不像是酒店的什么 这是整个大华只有一张的贵宾卡 有了他的话 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支取我们赵家所有的资源 也算是我对苏先生的一片心意 那我就收下了 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明晚见吧 明晚见 见面就算帝都 和帝都赵家千金所付的命格还真不喜 老猴子 你可千万别给我惹你 小子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差不多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只不过凭你的条件 想要找个貌美如花的媳妇 我看是难了 好在我提前 帮你找了个优秀的好媳妇 我谢谢你啊 小子 我知道你看到信的时候 心里一定在想怎么退婚 但我告诉你 还是早点死心吧 这婚啊 你是无论如何也退不了的 退不了 白总 您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您就早点休息吧 唉 忙完这期再说吧 哎呀不行 您再这么下去 我怕您身体垮了呀 您要是真的身体垮了 那我应该怎么跟 没事的 现在是关键时期 熬家你两个晚上不算数 唉 都怪苏晨那个城市不足 败手鱼的家伙 要是他冲冲作课 您也不会这么被动 行了 喂 什么 白心你还中标了 胸鹰集团 是 快走 雄鹰集团 是 新生去开放的项目 我们中标了 我们中标了 真的是我们的中标了 三百亿的项目 是那个项目 太好了 哎呀她要玩 哎呀 幸亏苏晨那个窝囊费 没有搞砸 这个项目 要不然呢 看看咱们公司拖一辈子地 都弥补不了咱们的损失 看吧 最后弄标的还是我们 那当然 就算那个窝囊费有多少 在整个北都 也只有咱们白总有能力介绍这个项目 那他们雄鹰集团也很清楚这个事情 嗯 通知价值 从明天开临 公司上下 全部投入新项目 是 等我们做完这个项目之后 咱们白事就可以挤身上流 拜托 我看那个苏晨到时候差不多就会被那个赵佳 小姐一脚踹开 我就怕他到时候又回来 皮外脸的缠着您 我对他的情分 已经到头了 那就好 先下去 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在这个社会掌握话语 苏晨 这个道理 你永远都不信 赵佳那老头对我和苏家都有大恩 他的外孙女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也配得上你 所以我和他立了婚书 这枚龙剑则作为你们婚约的见证 果然这老头就会不招牢 兜兜转转的 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这也是龙界的骄傲 这时间只有您能配得上拥有它 五年了也是时候的 云娟公营店主归位 看嘛这么大金钱 我就是带个戒指 起来吧 当您平平散乱 开疆土震龙脉 如此大的功绩 连龙殿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这些年大家都在等你戴上 如今 林雪能够亲眼目睹您登位领方 难免激动 好了 公卫的话就不用多说 对了 我让你查的资料查的怎样 已经调查清楚了 已经调查清楚了 现今这位赵雨晴 是当年帝都赵家最为鼎称的分支赵明玉 和姑苏李家的大小姐 李若尔的女儿 姑苏李家 后来赵丁玉惨遭饿死 以她为首的一脉分支 遭帝都赵家处理 而赵雨晴母女 则被视为灾心服服的网络 这才院可真不小啊 三年前 赵老爷子去世 赵家内户争权 发展的财热发跌断 两败俱伤之时 赵雨晴突然回到赵家 坐收鱼翁之力 反而成了最后的赢家 所以她赵家现在 就打算通过联姻来改变现场 对 家族内部斗争 致使赵家元气大上 家族长老们认为 通过联姻 能尽快使得家族归 可是赵雨晴小姐 似乎十分不满 她的联姻对象 所以她就想到了 她并不知道您的身份 或许只是把您 当成一个普通人 也许她觉得 没有势力的您 更容易长 她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有趣 有趣 您要印下这份婚约了 当年赵老对我苏将有关 而且又有这荣介 跟婚术的见证 这门婚是余晴玉 就当作似的 去还他们当年的恩情 我明白了 喂 苏晨啊 这么晚了 没打枪你休息吧 白了我现在在 是我 老头子 我也是有段时间 没有见着你和李悦了 明天中午啊 到香格里来 咱们一起吃个饭好吧 白老爷子 我明天有很重要的事 是李悦又对你说什么了吗 苏晨 你别放心上 这个丫头啊 就是被我给宠坏了 我其实跟李悦已经 好了苏晨 你也不用帮她说话 明天啊 你就放心的来 我给你做主 不准不来啊 就算是看在 我老头的面子上了 啊 哈哈 还要回到白家 是啊 75年白老爷子待我不保 我要走也应该 好好地跟他告个别才是 对了 明天你去找虎男神 让他备一份厚礼 我要亲自去见 是 店主 您将登位的消息 传到龙殿之后 各路镇首和总长 都想见你 还有 为你筹办登基大典的事情 还需要您 先不及 好了 就到这 好 店主 这是照您的吩咐 按照家宴准备的 挑选了一瓶 百年金量 百年金量 没错 这瓶百年金量 是帝都镇首 于五年前 从境外带回来 叫长百年 堪称是西市镇 可以国久平成啊 价值千万 原来如此 你有心了 我说你 不用了 先回去 喂 苏晨 好久不见啊 零零 是很久没见了 哎 是很久没见了 毕竟上次见面的时候 我还不是万恒国际的部门走心 走路 啊 这你都不知道 那北都四大世家之一的林家 你总该听说过吧 这个呀 就是他们旗下的 原来是北都林家 哟 听说过吗 其实先前见过他们家家主里面吧 你见过 你见过 哦 对 我姐昨天带你去三八晚宴来着 怎么样 是不是大老远的就被他气势给镇住了 那倒不是 只是他求着我放林家一条生路的时候 那气势可不太行 是 你说大发也要有个限度 说的都是真的 那可是林家 要是被他们知道 你这么开他们的玩笑 倒是说我姐姐也保护了 哎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听说 你跟我姐妈妈对了 和你姐其实一 哎 我都知道 虽然你很会照顾他 但是你这么一个大男人 天天待在家里 你认为是不务正业 是很正常的吗 不是 虽然你没出息了点 但是 温柔体贴这一点 还是很可以的 反正我姐也不喜欢你 不如你们离婚 那我的小男人怎么样 论钱 我的工资肯定是够养活你的 论脾气嘛 我也比我姐要好太多 肯定不会嫌弃你啊 就是身材差了一点 但是我还小 以后肯定是个大潜力 林林别闹了啊 那不离婚也行 反正我姐也那么忙 你在家的时间要那么多 不如 你这天天都不够 你放心 我肯定不告诉我些 你都是在说些什么呀 怕了 我逗你了 就是想看看你专不专一 嗯 这么看来 你这次人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 以后我姐要是真嫌弃你了 你就来找我 我招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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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招着我 林林 哎呀你来了 这位是 他呀他是个关系很好很好的朋友 哦 原来是林林的好朋友啊 你好我是陈志进是城市集团的执行 苏城 不知道苏兄在哪里高就啊 高就就不必了 目前还没 原来是无业游民啊 那你来这个香哥里 也是来吃饭的 来这不吃饭 那来这 不好意思啊 我看苏兄穿的这么穷酸 还以为你来这里应替保安的 毕竟 来七星期九点吃饭 穿成这样 那也只能说是 一句小节 毕竟来七星期九点吃饭 毕竟来七星期九点吃饭 穿成这样 那也只能说是 你这小节 陈志进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好心嘛 毕竟来什么地方 就得穿什么样的衣服 不过陈兄这个打扮真的 哎呦 你瞧我的记性 我居然忘了 陈兄还没有工作 那这样 既然你是林林的好朋友 我也不能不帮你 你要真找不到工作 就来找我 凭我在这里的事 身份地位给你安排一个清洁工 那还是很轻松的 哈哈陈志进 我告诉你 我可以去做这个清洁 但是你要问问陈月婷 他有这个胆子 陈总的名秽 直呼的 他听广众的 你怎么能这么不敬了 那可是陈总 北都陈家的一家之主啊 没事了 也许你还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们陈董陈月婷在我面前 也只配跪着说话 你们陈董陈月婷在我面前 也只配跪着说话 不要把你的无知当成是无畏 你知道你这话 从来陈总的东西 你会不会怎么对待吗 怎么 他还能封杀我断我后路不着 你配吗 就你这样的货色 陈董只需要说一句话 立刻就能要了你的命 我劝你一句 不要把自己 看得太高了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家陈总有多厉害 我告诉你 陈月婷现在已经自身难比 给你脸了是吧 跟这么说陈总 够了陈志进 你一定要对我的朋友这么咄咄逼人吗 灵灵啊 实在是他太过无礼 竟然对陈董出言不许 好好好好 看在灵灵的份上 我今天不跟你放弃 饶你 但是你给我记清楚 像你这样的货色 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捏死你 比捏死你这蚂蚁的钱 是吗 那我倒想试试 行了 就这么别说了 这个陈志进 是陈氏的高速 你要是把他给惹毛了 咱们都不好过 况且我姐姐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也一定不会饶过你的 还真是 他明显就是在纠缠 而且你好不喜欢 是啊 被你看出来了 这样吧 我帮你把这个麻烦紧全了 那倒还不至于 我不想你因为我惹上麻烦 他还不至于给我惹 那也不行 可是 错了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你要是在闹 我会得真生气 好 合资你的 嘉言快开始了 咱们快进去 哎哎哎哎哎哎 你真的打算帶他去參加家宴嗎 有什麼問題嗎 林靈 你這個好語氣 你騙了你善良的優秀 但是你還不知道這什麼的血熱 不要被這種瘋狼騙了 林志靜 我要帶著誰去參加家宴 還輪不到你插嘴吧 再說了 就算蘇晨還義無是處 也不是你能說的 怎麼懂 哎林靈 你還沒有 那個陳志靜的話 你可千萬別放在心上 他就是小人得志 故意說那些話打壓你的 在我心裡 才沒有那麼不堪呢 哦 我不放在心上 喲 這不是白玲玲嗎 才幾天沒見 怎麼 身邊的貨色 就換成了這麼個窮色玩意兒 林蘭兒 你怎麼在這兒 我來著 當然是為了陪我男朋友談生意啊 反倒是你 你平時的清高勁呢 機不擇時到 帶你個這麼個衷丧玩意兒 蘇晨你千萬別冲動 為什麼 這個林蘭二她是萬恆國際的千金 她男朋友也來同步行 你沒什麼 說什麼見不得人的悄悄話 什麼好話不敢讓大家聽見的呀 老貝兒做人留一線就算猜出來了 也不要直接在大廳廣眾指下說出來 瞧瞧這下李子面子都沒了 沒想到啊白玲女 你平時那股清高的勁還真把我給虎住了 要不是今天 我還真不知道你這麼下賤 林江女孩是吧 管好你的嘴 你怎麼還動起手來了 他嘴太臭 我讓他閉上 你 你竟敢打我 瞧這個東西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你不想活了嗎 他不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難道 是我自己把脸疼懒的跟情 不为胖子的吗 你自己找 和胖子有什么区别 你说什么 求鬼 我去你现在跪下 给兰儿道歉 要不然的话 是愤与高 胳膊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这个还有点姿势 你过来 给我和兰儿 关上你了 不然的话 我赶紧杀绝 我也给你一个情 现在 自断双错 向白玲玲赔罪 现在 自断双腿 向白玲玲赔罪 狗东西 吓了你的狗眼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还给我们机会 谁给你的底气 看来你是进去 不吃吃罚酒 不知道 我千万别听着 你不知道他们的位置 就算是姐姐来临 别担心 今天有我苏晨在这 他们谁也不会动 好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慢着 谁我的面子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差不多就算了 本来就是一家小猴角 没有必要 这么大 小猴角 是大庆广众的 是您闹道 这位白相 是我 看到我的面子上 就不要夸心 至于他嘛 你跪下来就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 给你摆平掉 怎么样 就凭你也害 好好 你你如此的狂妄 那我也懒得好心去帮你 林凉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帮他 但是他这个人顽固愚昧 他自己作死 我拦都拦不住啊 书晨 你赶紧走先别管我 他们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放心吧 他们动不了我 你会死呢 我说了 他们今天谁也动不了 林凉 你还不明白 越是无知的人 越是觉得自己 有天大的本事 他这样 永远是不能理解 我的意思 但是 你要 不管是比权势 还是比定 他这一无所有的权势 是成不了什么大事 权势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神 你有什么时候 在这里用什么说话 我 吓死你 我是 陈氏集团 是行政总监 哈哈哈哈 陈氏集团的行政总监 什么时候也是个神物 原来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你有个批的权力和地位啊 原来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你有个批的权力和地位啊 陈氏集团在北都的地位 你不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他再清楚不过了 告诉你 他就是北都陈家二少爷陈天 而我 是万恒国际大小姐 林玛 啊 陈上 林小姐我 原来你还真是个跳梁小丑 平日在公司 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今天却让我给你一个面子 谁给你的脸 陈长 陈长 我是真的不知道您的身份了 我给您道歉 你让我这一次吧 你还算有点脸色 陈长说的对 陈长说的对 林玛 快 给他们两个道歉 林玛 快给他们一跪下 要不然我们都得玩玩 我 我看谁敢让林玛道歉 该道歉的是你们吧 什么意思 一分钟 跪下 向灵灵道歉 否则我要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后悔 跪下 向灵灵道歉 否则我要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后悔 你是没吓疯了吧 你算是什么东西啊 你也敢这么跟陈少 跟林玛姐说话 我就说了 然后呢 明完不灵 无药可救 灵灵 这小子就是个祸害 你得赶紧地划进这些 要不然 他迟早会连累你的 不用了 灵灵灵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 你想找我麻烦可以 但你能不能 放了苏晨 我愿意答应你们任何要求 哦 任何要求 灵灵 你不要把他给骗了 你不能为了这种猴子 把自己给搭进去 这不值得 值不值得不用你管 白灵灵 看来 你很喜欢这个蠢货吗 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他了 你 哎 这 既然看不到那种货色 都有现身的学物 咱们就应该满 天哥 哎宝贝 你们一块玩的 玩完之后呢 再给下人玩 反正 他连这种货色都能接受 我看 一分钟到了 你这个蠢货 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你连陈少都干他 你简直就是疯了 你快走 陈先生快走 别怕 要走的人是他们 想走 晚了 我现在就问你知道 你得罪了是什么人 地狱里后回去吧 爸 我在乡货里被人打了 你没打了 谁干的 一个不知死活的废物 知道了我身份之后居然还敢打我 主持人吗 林伯夫也在吗 对 在这边 你要林伯夫接下电话吗 哎 爸 你女儿被人打了 谁敢打你 就让他打我的女儿 你能干 我马上就亲出去 走吧 我们带人过去吧 算了 则子 情分的事还没完 如果书先生 跪腿下来 我们的处境会变得很被动 不差这一会儿 我觉得男儿他们这次遇到的事情 或许是一个试探 有人有心要看我们的反决 说得对 就说我们开始是个下坑 那也不是谁能听过我们的 等这件事过后 让小天跟懒人 我觉得书先生 也没有将我们感尼杀绝的意思 希望那两个孩子 至少在这段时间内 不要说出什么恶行 否则就咱人保了 爸 我爸 还有陈家家主 马上就到 当死吧 陈上 林小姐 其实我跟这两个人 也不是这么熟悉的 一会儿两个家人来了 还请你们高材贵手 放过 其实我跟这两个人 也不是这么熟悉的 一会儿两个家人来了 还请你们高材贵手 放过一会儿 他就算了 他刚才还对陈家主出国言不许 简直就是胆大枉为 他就应该得到惩罚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这么快就想撇清关系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自保了 难道我还要跟你判关系吗 等一会儿陈家 林家两家的家主来了 你今天要是能活着走出去 我陈志济就跪下来 给你学狗叫 好 记住你今天的后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儿装呢 我现在给姐姐打电话 说不定他会有办法 晚了 我爸到了 白灵灵 还有你 还有你 你们完蛋了 好大的胆子 林家里头 陈总 我是陈志济的执行总监 陈志济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这台项目 谁知道我一到 就陈志济 这小子 还出言不信的 侮辱您 和林家主 而且还动火 咋了笑页 我看了 我看了 是谁 我看了 是谁敢独自放开 爸 就是他 都不知道他要多打拿亂回 这中复发过去啊 就是 爸 你看 我的脸都被伤喉了 好疼啊 不知死活了 你才 我跟他废话啊 敢在我林家的地盘上 對我的女兒動手 她的死氣到了 女兒你放心 我一定讓這個敢動你的混蛋不在家 哎呀 林家主 你聽我說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子的 林家主 一夜不見 你林家的威風又長了不少啊 哈 蘇 林家主 一夜不見 你林家的威風又長了不少啊 不知死活的東西 放肆 你算了什麼東西 竟然敢在我爸給你我面前大放厥詞啊 走 你你怎麼 爸 你打我 朝天下 他 臭小血 我 參加在月點 白見書先生 小小五千萬 不成精買 忘書先生小的 看來你還沒有準備到無可救藥的敵播 他都跪下了 你呢 我笑 他都跪下了 你呢 你呢 林家主 我的家主林川見過蘇先生 見過蘇先生 你和陳博夫子幹什麼 你看清楚啊 他就是個窮鬼 你快起來啊 你給我閉嘴吧你這個孽女 你再敢多說一個字 我現在就很斷絕婦女關係 我 你還趕快給我跪下 向蘇先生認錯道歉 我看到歉就不必了 你女兒可是北京林家的大小姐 我一個普通人 是我的其他人道歉 蘇先生您說笑了 我這個女女 你給你提鞋都不配 去去道歉 她是我的朋友 你女兒多次出言不遜 並且百般刁滿 這樣的女兒 你林家是不是肯放笑一下 我這樣 從即日起 將此女逐出我們林家 一起自生自滅 爸 你在說什麼 你給我閉嘴吧 你還不知道你給林家做了多大的 就僅僅是逐出林家這麼簡單 蘇先生 怎麼 對我的提議有什麼不滿嗎 啊我我我蘇先生 我明白 你想要我的命 你以為你是誰啊 爸你快起來 你怎麼能就這個啊 來人 把次女給我帶下去 放開我 放開我 爸 爸 至於他 蘇先生 十字生性 我把這鯉魚交不開 我已經決定 與他斷絕關係 把他逐出家門 斷他生路 你倒是乾脆啊 應該的 蘇先生 他得罪了 蘇先生 死十次 死有餘工 爸 我是你兒子 你不可以這樣 我道歉 我殺鬼 我賠罪啊 爸 你這個意思 我真是你這個兒子 來 我 我 我 不要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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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先生 蘇先生 對不起 蘇先生 我錯了 我求求你高在鬼手 讓我的小命嗎 蘇先生 我求求你償了我吧 我求求你放過我吧 你高在鬼手啊 你對蘇先生也有個不敬啊 是我故意看人定 是我夜夜無中 是我不當為人 是我錯了 蘇先生 我求你高在鬼手吧 剛才不是說 他們到了之後 我就一點活路都沒了嗎 哎那那 那是我 我發一招 那是我的 我的胡言亂語 蘇先生你看 我都給你跪下來 你只能放好 你說 幹什麼都行 不用了 我不想再看到這個跳樑小手珠先生 明白 蘇先生 剛才耽誤的時間要再講 是嗎 來 公眾送賢 哎 親 陳家開始你了 我們現在開始拜登在乎你歷神之地 陳董 我只是胡言亂語來繼續 你不能這麼對我呀 你怨不走我 你怨就怨你得罪人不該得罪的人 混蛋 沈總 我現在當女主婦工作了這麼多年 你不能這麼對我呀 我沒有功勞我還有苦勞的 哎姐夫 你說那些人怎麼對你那麼恭敬啊 我今天要在這裡約見一位七星級貴賓黑卡的重要客人 以後你們借了他不能有任何代表 聽到了嗎 請您放心 一旦七星級貴賓出現 我們向個理將竭盡全力 為其他貴賓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嗯 下去吧 好 哎姐夫 你強求這麼多次 看來他挺在乎你的公司的 我哪有啊 只不過我是不想讓他有任何抓住我披露的機會而已 而且 他這個人的身份 太讓人難以捉摸了 捉摸不透 對 他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不過既然選定了他 我就希望他能比那個魏子萱要靠谷一些吧 雖然啊 我也不是特別了解他 但是 我相信你也管 無論如何 你選擇他 比那個魏家的玩偶快要強多了 你對他 未免也太過有信心了吧 怎麼 他有隱藏身份 寶兒 是不是知道些什麼呀 寶兒 呃 什麼隱藏身份呀 與其 與我們倆的關係 要是知道什麼 那不早告訴你了 我怎麼記得你之前跟我說過 他的身份非常人可估量 現在不是 為了你的面子嗎 你想想 他是你的未婚夫 他又是什麼 他又是什麼我沒想做 不得多丟你面是不是啊 就這樣 其實吧 我了解的跟你也差不多 不得多 我就是在一個 再品嘗不過的小吃街裡 就找到他的 他 他最不同意過了 哎 姐夫 你說那些人 怎麼對你那麼恭敬啊 當然是因為他們的生死 都掌握在我的手 那可是林家和陳家 都是最領級的世家 你掌握他們生死的 恐怕也只有那位虎爺了吧 那虎南山在我這 他也得比 我不想說就算了 不過以後這種大法 可不敢再來永遠說 我可沒有說大法 行 你說的都對 站住 李月姐 你先進去吧 我有事情要跟蘇晨大夫說 不不不不不 拜託有什麼事嗎 你也對你身體不太好 無故的事情 你先不要說出來自己 你覺得能滿的他 等到你也身體好一些 再整個空間 我甚至會告訴你 但不是現在 我知道了 你還有什麼事嗎 今天大伯的女婿回來 她的身份不簡單 你最好少說話 注意你的言辭和態度 招惹了他 誰也保不住 這一點就不老百總費心了 蘇晨 你永遠都是這副樣子 永遠都只會讓人失望 到現在還沒來 這麼心話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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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是來了 不知道的 還以為是什麼 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讓我們這麼多人 等他一個 和這種人生什麼氣 和家業 可是因為他不本心 大廷啊 我是妹子 最近可越來越多 您要是說哪句話 你都聽不高興了 他沒阻擋我 我剛才敢 別說是動手了 要是對我有什麼不尊重 我的大女婿 可不會放過他 行了行了 就一個下業 抽到皮膚 哎蘇晨 過來過來 到爺爺順便坐 謝謝爺 你是我的孫女 你是我的孫女 是嗎 要是我打電話 親自請你來的 呵呵 總是委屈你 爺爺 他是比親親在一譜 你為什麼總這麼偏向他 他是你妹子 就憑這一點就夠了 行啊 關門 這是你爺爺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 大家都到齊了 開始吧 爺爺既然今天要喝酒的話 那就喝我這個路易十三的罵頭 烈酒之王 這是我特意給爺爺準備的禮物 路易十三 爺爺 這年就不懂了吧 您看這洋酒啊可了不得 單這一瓶就價值百萬呢 單一瓶酒 就價值百萬 看來光米家最近 又有什麼值得慶祝的事了吧 不然才捨不得拿出這麼多的酒啊 不愧是白牛姐啊 什麼都瞞不過你 爺爺 你應該聽說過熊英集團新區 開發項目招標宴會的消息吧 聽說了 連北都的世家名流 這麼大的好消息 我知道 就在昨晚的招標碗面 我們每次一個人力壓全場 五項目的微低中標人 一個開發項目 是咱們白家的啊 李遠 此事當真嗎 是爺爺 不過 郭忠祐 但還好 最後總標的還是我 你這個 這麼大的好消息 為什麼不第一時間告你爺爺呢 好啊 這一下咱們白家 又要一飛重天了呀 哎呦 那個拖後腿的累贅 李遠 你可別怪堂姐說話難聽 你說你現在出息了 這再養著這個累贅 出去了 別人會風言風語的 這男人呢 還是要有自己的事業的 在這點上 我們叫白柳的老公 我的大女婿 現在已經進入龍殿了 這次回來 誰還不得敬他三分 我知道 知道就好 爛泥扶不上牆的東西 很多不好意思拿出來和吳建宇比 但凡他有他的十分之一 我也不至於這麼抬不起頭 蘇貞他也沒有這麼不看吧 這十年 他不也一直把李遠姐姐照顧得很好嗎 小孩子家懂什麼 他照顧人誰不會 再說了 我們白家這麼大 他這個保母 我 有時候呢 人家要認清自己的心態 你看看現在的自己 你和黎月站在一起 你不覺得羞愧嗎 羞愧 區區三百億就能看清各位的真面 這錢花的真實 區區三百億就能看清你們各位的真面 這錢花的真實 區區三百億 好大的口氣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要有能耐 你怎麼不去談一個來 這個相互最初就是我畫的 蘇晨 你但凡吃點花生米都不能醉成這樣 你可別在這丟人了行嗎 蘇晨 我希望你能夠清楚白家能夠重目標 是我個人的能力 這件事情跟你沒有任何關係 個人 哪 像他這樣的窝囊 大概連兩個億的概念都沒有 還指望 三百億的像 我還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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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雞會下蛋呢 哈哈 洆塵 今天家業 人家對你很不錯 你不會是 什麼樣子都給你準備 要沒有我蘇晨 你們白家連百億的項目都接觸不到 誰 這是我給你準備的禮拜 裝腔做事口氣這麼大 裝腔做事口氣這麼大 你準備了什麼東西啊 裝腔做事口氣那麼大 我倒要看看你準備了什麼東西 口氣這麼大 原來就是這麼個破玩兒 你這上面不會有什麼細菌吧 能怒得了口嗎 蘇晨 你就算沒有錢買路易十三 也不至於送這麼寒酸的禮物吧 你這上面不會有什麼細菌吧 我說不妥 光明送的繳 是路易十三 價值百萬 哎你看看你送的 這帕帕是從哪兒撿來的吧 這能值多少錢呀 這是沉添精釀 可以以國就行 不是你區區百萬就能拿來侮辱 哎聽聽聽聽聽聽啊 這大話說的太國際 我怎麼從來都沒聽說過 不要拿你的無知到自己炫的 我無知 行 就算是國際 這玩意頂多也就是萬把塊錢 十九教堂百年價值是千萬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他價值千萬 哈哈哈哈 哎呀蘇晨 有的時候說大話也就放了 可千萬你把自己也給騙了啊 哈哈 啊 行了 這幸好只是個家宴 沒有外人 要不然送個禮 也不夠丁人現眼的 我說弟妹 以後你們家出門要帶著他 可得注意得點兒 他也配跟我們一起出去 也不看看自己什麼身份 不然 我到底是送給我的還是送給你們的 我老頭子還沒說話 你們都說三道四了 我就是喜歡 租什麼蛋這個人 你這個洋酒我也喝不慣 今天就喝這個酒吧 爺爺你 閉嘴 這裏有你當家嗎 就坐回去 別放心 別跟他們談錢 謝謝爺爺 我們都是一家人了 不必那麼客氣 來 開酒吧 好 又黃又魂 這也是精釀 哪有精釀有這個樣子的 爺爺 小心喝出病呢 人年精釀就是如此 好屁 真當我們沒見過事 這酒看著其 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爺爺萬一喝出問題 你能負責罵 蘇晨 你這為了太過分了 你送不出來先生的禮物 還只是丟臉 你現在要為了充面子 讓爺爺生病 那可就是大罪惑了 爺爺 這酒可千萬不能喝啊 這可是進爺爺口的東西 你要是為了充面子 你也要害死爺爺嗎 這酒不是家酒 這個時候嗎 你還狡辯哪 蘇晨 你對光明和我媽下屬 我沒有找你麻煩 但你怎麼對嚴夏這麼短度的心思 爺爺爺你可不好 就連你也不行 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心裡最清楚 你們別爭了 這中間說不定有什麼誤會啊 那有什麼誤會 這酒就是他帶來的 怎麼不成還是老爺子點名 要他半個假酒過來的 行了行了 我相信蘇晨 今天這個酒 是一定要喝的 爺爺這酒不能喝 爺爺這酒不能喝 這種埋密不明的東西 這有問題怎麼辦 其他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忍 做這種事情 我們絕對不能忍 爺爺 買給 bande troll 你看一下 那5 你 我沒說 großen 啊 說 公審 beaut 是不是 上 老公你可算來了 路上有點事給耽擱了 各位見諒啊 哪裡的話 你能來就好 快坐 呦 這發生什麼事情 老爺子有點不開心啊 他不是剛剛有人 帶了瓶雜酒過來 想謀害老爺子被接攤了唄 假酒 就是這個 這酒一開了 那你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要不是我雞聲南下 爺爺他就喝嘛 這哎哎 雲哥 你別生氣 我這就把酒倒了 閉嘴 老公怎麼給喝了呀 這要出事了 快快快拿往街上 哈哈哈哈哈哈 入口思華 酒香濃郁 餘味無窮啊 這分明是世間增品 百年精量啊 世間真品 這怎麼可能是真的啊 媽 五年前龍店店主親自的青宮宴上 上的就是這百年精量 當年 我有幸能清嘗一口 這味道 我絕對不會記錯的 帝都鎮手帶的酒 哎老公那這酒 能價值千萬嗎 如此精量 怎能取取錢財 來衡量他的價值 這百年精量 世間僅無僅有 即使也有千萬 你也買不到 這酒是真的 光明 這酒誰送的 剩下的酒在哪 不可能就這一杯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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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啊 能送出這樣酒的人 必不是一般人 能在我們這樣的家宴上 掙酒一杯 那已經是給了我們天大的面子了 老爺子 不好意思 喝了你的酒 不過咱們白家 可是出龍了呀 不只是一杯啊 原本是整整有一壇的 一壇 老爺子 你不是在開玩笑 那 那剩下的酒在哪呢 造孽也造孽 讓那個小畜生給砸了 砸了 砸了 這是你幹的 你把一整壇的百年精量給砸了 我也不知道那是真的呀 我講 你知道你幹了什麼嗎 爆天天物啊 這事也不能怪我呀 誰叫我是蘇晨那個窩囊配送的 他怎麼會送得起真的呢 說什麼 這酒 是你送 不錯 這酒是我送的 我記得你是入醉井的白家吧 你是從哪弄到手的酒 朋友送的 朋友給他 哪個朋友 他也曾入邊境 算是吧 你沒撒謊 你剛才還說這個酒不是輕易能得到的 難不成是我偷的騙的 說不準就是偷來的呢 老公 他這個人 怎麼可能會有送得起這麼好酒的朋友 對 對 肯定是偷騙來的 像現在那種騙獨居老公的騙數可多了 就是 行了 沒必要這麼說 讀龍殿正守這班級別的人物 怎麼可能輕易 就把這麼珍貴的酒 給騙了 難道 他之前說的都是真的 事已至此 這件事情 絕對的封鎖消息 禁止外傳 你知道這酒的家庭 超乎你的想像 要是讓外人知道 我也保不住 好的雲哥 我知道了 還有你 這酒雖然是你送的 但是你沒有說明情況 如今毀了 你也負大半責任 我剛才說的很清楚 我說了但是他們不信 說是假酒的是他 毀了這酒的也是他們 可現在你卻又有三 怎麼 你有意見 蘇彩 你怎麼回事 吳建雲說什麼你就聽什麼 人家現在可是龍殿裡的人 你有什麼資格和人家幹 哼 農店 你真是好大的威風 你懂什麼 我告訴你 就你這個德行 這一輩子都趕不上雲哥的一根手指 行了行了 今天的事到此為止吧 大家坐下來吃飯吧 蘇晨啊 蘇晨啊 不是我說你 黎月供著你白吃白喝了五年 你總不能一直在家這麼待著吧 這你姐夫回來了 不如我讓他幫你一把 幫我一把 是啊 老公 你現在不是在龍殿順風順水嗎 乾脆給蘇晨安排個工作 給他呢 你以為龍殿是什麼臭魚爛蝦都能進的嗎 不過啊 你說五年前在邊境的 可有什麼成就呀 臥道群 穿越邊境三千 召告大華 三黃 日月射擊 洋洋國民 今日 開江破土 大華龍殿店主 蘇晨 你 你是龍殿店主 龍殿店主 老公 你說他是龍殿店主 這開 開什麼玩笑 雲哥 你瘋了吧 開什麼玩笑 他怎麼可能會是龍殿的店主啊 啊 剛才我有點沒控制好情緒 一時經濟 說什麼呢 你問了什麼我便答了什麼 五年前 大華正當 龍殿店主以一己之力 開江拓土 絕是無雙 誰給你 請冒功勞 就事論事吧 就事論事吧 行了都別說了 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諸位 今天是我來遲了 所以補償 這次晚夜 我請 服務員 先生有什麼能幫助您 刷卡買單 好的先生 等等 他 我不請 你把他的賬單單獨算一下 讓他自己家 建仁哥 都是一家人 你這樣做不太好吧 冒犯龍殿店主是重 看在一家人的縫上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總得給他點教學 讓他張張提醒 這也不行呀 都說好了 這次是家宴 哪有讓一個人 結錢的道理 再說了 蘇晨他又沒有工作 哪來的錢結帳呀 那剛好在這酒店裡面洗洗盤子 成店成店呢 別整天想著這些有的沒的 胡思亂想 練就一手好的洗盤子絕技 也可以養活你呀 烈云 太過分了 老爺子 我知道你一直偏他 但是事關龍殿 你一定要我自己的子孫 好好考慮考慮 是 蘇晨 你還愣著幹嘛 趕緊給你姐夫道歉 這事啊 就算了 是啊 都是一家人 誰也不會往死裡刁難你 真是沒你的勁兒 他還受不起我的道歉 好 有種 還不快讓他結帳 先生請您結下帳 蘇晨你非要這個 道歉這麼難嗎 你就對不起這麼難說 我說了 他還受不起我的道歉 買單是嗎 刷卡 哎哎 你還有錢 哎裝的挺像那麼回事 差點被你給虎中啊 哎呀 不是 你這什麼破玩啊 正面反面 一個大字都沒有 嘿嘿 你要拿也得拿個像樣點的吧 先生 還是請您出示一下銀行卡吧 這個玩具卡在我們這邊 沒法用個結帳呢 哈哈哈哈 我還以為你能讓我刮目相看 沒想到就這 哎真是不要臉呢 我滋虧不如 哈哈 這張卡直接刷便室 先生 我們的讀卡器 只能夠識別銀行卡和貴賓卡 這張就是貴賓卡 先生 我們沒有見過 相隔離的貴賓卡 的確不是這樣的 那張卡 服務員 把我的貴賓卡給他看一看 讓他知道知道 什麼才是真正的相隔離 貴賓卡 睜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這才是相隔離統一發行的貴賓卡 您拿著你的那個破卡來碰詞 睜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這才是相隔離統一發行的貴賓卡 別拿著你的那個破卡來碰詞 破 你別拿你的破卡跟我的碰詞 什麼 難道你的卡 還是什麼限量發行 獨為與無愛的隱級貴賓卡 你說對 蘇嬌 你能不能不要這樣 我真的會被你的無恥刷戲 開在我的夫妻長的院子上 就不能好聚好散 別這麼說 萬一他說的是真的 服務員 告訴我這酒店 到底有沒有這種 限量定制發行的塔呀 抱歉先生 香哥你沒有這種貴賓卡 聽到了嗎 主持人 最後一次接人 別再聽有人謝言了 誰說貴賓卡 就必須非得是相隔離 哦 你非要用別家的卡 在相隔離消費是吧 你可真是個天才行 那我就滿足你 看好啊 啊 機器拿不賣我說 他會玩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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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死了 你來找他 是假的 說一千遍也是假的 俗辰 不管你再怎麼講 最終的結果都是什麼樣子 就像我們白家那樣的項目 那個項目就不改進了 你白家現在的實力根本吃不下了 你怎麼知道吃不下 熊英能夠選擇白家 就是看著白家的實力 白家能不能吃得消 熊英比你更清楚 行嗎 真是丟人線 別對著我妹的項目眼紅了啊 趕緊拿著你的破彎劇卡 混去後出洗盤子吧 先生 如果您真的沒法結帳的話 我們只能採取一些搶救措施 好 經理您怎麼來了 香德里總經理 建徒蘇先生 先生 您是我們香德里最尊貴的客人 請您隨我一步道點 從驗聽 解釋我們最盛大的招待 這 你是不是搞錯了 我長可不是完全 也好 但是我這還有筆單位 先結算一下 哎 不用不用不用 紫先生 您說笑了 您在香德里所有的消費 都有我們來承擔 這是我們的榮幸 那倒也不是 畢竟有些人還是想買的 好的 讓他自己買 白麗月 我從來都不想跟你爭論什麼 道不同不相為謀 你我本就不是一個世界的 蘇晨 我知道你有理性 但是你實力不高 白家那三百億的項目 就會是白家獲端的開始 我勸你儘快放 讓我做白家真的會分包理系 嚴謹與此 好自為之 月月 謝謝 不是 LAN 了 反了反了飛 這個窪鬧費竟敢對我們耍態 臣 妹妹 你別生氣 咱不敢那個窩囊肺一般計較 他就故意說這些話 氣你了 對 他就是嫉妒 還要叫我們放棄 笑話 他以為他是誰啊 雄音雞傳的掌聲人嗎 你們不用擔心 他說的話 他影響不到我 接下來 我會盡全力投入新項目的開發 上才看著我們白家 越做越高 好 不愧是我李曼的女兒 等我們白家 機身上流了 讓那個窩囊肺 走回去吧 但那張貴賓卡是怎麼回事啊 他也不是香格里的貴賓卡 卻驚動了香格里的經理 而我覺得那個經理也有問題啊 什麼七星級貴賓啊 我聽都沒聽說過 哎 就算是真的 那也只不過是一張貴賓卡而已 他不知道是偷來還搶來的呢 就他那一副不知道死活的模樣 遲早是要惹祸上身自取滅亡的 李曰 李曰 你和蘇晨之間 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 妹妹和蘇晨之前就離婚了 白不明 離婚了 離婚了 啊 離婚了 什麼時候的事啊 是 之前就離了 你 孫女 我們離婚 整整想了她五年呢 這五年來 她吃我們家 用我們家的 可最後 還是一事無成 是啊 爺爺 妹妹用不了多久 終於成為全國主幕的商業女王 到時候想要什麼男人沒有 那給妹妹提鞋的資格都不配 對啊 老爺子 她就是一個混吃等死的窩浪費 她離開了白家 分明是好事啊 你們走什麼 到時候白家 插開了一夜崩塌 多虧了蘇晨伸出了元首 這才保證了白家的產業 他伸出元首 爺爺 他一個陣婿 那幫上我們什麼呀 那時的白家 經濟破綻 你可為 多虧了蘇晨幫著白家 和熊英搭上了線 如果當時沒有蘇晨 離婚 你連再次接管公司的機會都沒有 你連再次接管公司的機會都沒有 固執於此 到時候白家重新離業的第一筆資金 也是蘇晨所贈 白家的資金是他給的 五年前 他就跟熊英欠上了錢 這怎麼可能 熊英集團 可是和龍殿密集相關的旁人大物 蘇晨那個窩囊費 怎麼可能和熊英有關係啊 就是 他要真有那麼厲害 又為什麼會賴在我們白家整整五年呢 你們不懂 你們根本不懂 原本是要留住了蘇晨 咱們白家還能夠長久興盛 可是你們 把這一切都毀了 爺爺 話不能這麼說呀 咱們白家也不差呀 而且妹妹還接向了熊英集團 三百億的項目 就是 只要我們黎月拿下的項目 完全鋪開 我們白家 想不興盛啊 不難 爺爺 請你相信我的能力 我白明月 憑藉自己的力量 也可以讓白家 越走越輝煌呢 我還想去怎麼了 白總不好了白總 我們白市集團的合作方 現在都拒絕給我們合作了 什麼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現在九成的合作方都在同一時間 發來了終止合作的傷寒 再這麼下去 白市集團的資金鏈就要全亂了呀 爺 你先冷靜下來 先穩住公司內部 我馬上聯繫下公司的合作方 調查一下是怎麼回事 我馬上聯繫下公司的合作方 調查一下是怎麼回事 你調壞啊白總 資金鏈一旦斷裂 那三百個億的違約金 會讓我們公司徹底破產的 李玉 怎麼回事 是公司出事了嗎 喂 趙總你好 我是白麗月 你好 周總我是 後見周總交代過 白市集團的來電 一律不接 錢總你好 我是白 白麗月是吧 我和你沒有什麼好說的 好自為止 明媚晨 副總你好 我是白白小姐 實話跟你說 你目前還達不到和我們合作的最低標準 還請您儘快認清現實 不要再打電話過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 在一個晚上 為什麼 為什麼 白家 終究逃不出白骨 蘇先生今天來的可真的早了 我一向收拾 來 請喝茶 謝謝 既然如此 我們就開門見山吧 你想通過我 拉扯什麼目的 蘇先生何必說的如此身份呢 我這一次來龍城 不過就是想來見見 我的未婚夫罷了 常邊話就不必多說 當年趙老爺子對我蘇家有恩 所以你的要求 會盡可能那麼久 好 那 我希望蘇先生 能夠跟我進婚 可以 但我要知道原因 我雖是帝都趙家之女 但遠沒有表面那麼光鮮 趙家近年來 一直深陷動盪 他們希望我能通過聯姻 來鞏固家族地位 不過 他們給我選的聯姻對象 我不喜歡 但是這趙家 本就有權對你的婚事做主吧 你說的沒錯 但是我和你 有著一份趙家 也無法不認的婚姓 無法不認 對 在那上面 有著帝都趙家 有無法委膩的東西 那份婚書現在在哪兒 在我奶奶那兒 兩天之後 是我奶奶的大寿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去 一是為我奶奶喝寿 二是拿回婚書 好 不過 我爺爺去世之後 我跟趙家的關係越來越差 這一次你跟我去 有可能會被刁難 我希望你能夠做好心理準備 放心吧 我沒你想的那麼脆弱 既然答應你的事情 我就肯定不會搞砸 還有 受驗的事 我會處理好的 好 那就拜託蘇先生了 不過我也會做好準備的 那我們就 兩天後見 兩天後見 通知龍殿各方鎮守 被厚禮 於兩日之後前往趙家 以趙雨晴的名義 為趙老太君賀壽 是 另外 傳我號令 我將正式禮方 接任龍殿電竹之位 公眾一點就歸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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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